明王妃 这就是你们冥王府的代课之道吗 这是发生什么了 方才这么大的动静 她居然装聋作哑 白李清清再也受不了了 捂着脸尖叫一声朝着门外冲了出去 娘亲 九姑姑 白李清清方才摔得好惨 想必这两日都不能出门蹦荡了 好小子 干得漂亮 你做了九姑姑方才想做 却又爱与脸面不好做的事 是谁 元宝哥 对不起 嘿 有喂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在博元县吗 元宝哥 我要来京城生活了 我跟甜甜他们来了京城 以后就在甜甜家住下了 甜甜的爹爹会照顾我 甜甜的爹爹 那是你大姐夫 你怎么进的冥王府 甜甜呢 甜甜呢 不对了 元宝哥 甜甜说她还在生气呢 你若不赶紧去哄哄她 以后就哄不好了 还懂什么 咱们去找甜甜吧 娘亲 给我一点银子 做什么 嘿 有喂 你这是 娘亲 这件事说来话长 等会儿 说来话长 本王方才分明听到 你们三言两语就说清楚了 你这小子 如今是有了媳妇 忘了你娘了 娘亲 这件事等我回来再跟你解释 给我一点银子 我去买甜甜最喜欢吃的点心 这小子啊 果然是有了媳妇就忘了娘了 娘 你可曾听说过一句话 都说儿孙自有儿孙福 能陪你一辈子的人呢 只有你的另一半了 所以啊 只有本王才是对你掏心掏肺的 明白吗 去你的 你居然还挑拨你儿子和我的关系 信不信我给你那几个歉 让你没心思挑拨离间 不要 本王只要你一人做矣 哼 故族深沉 多愁善感 不要进宫一趟 本王陪你去 要么陪你一起进宫 要么 你这小女人 今天就别想出门